嗨,你好,我是废柴大叔 感谢大家一直对于本专辑的收听和支持 主播将会一直免费地把这个专辑播讲下去 直到完结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地收听了 那主播对大家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希望你听完之后可以回到专辑的页面 点开评价 点亮五颗小星星 并写上一段文字评价 这样本专辑可以有个更好的排名 可以被更多的朋友看到和收听 所以想要支持主播的话 就动动你的发财手吧 好了,下面精彩继续 第284集 哎哟,我忘了把顶带来了 林凡正在说呢 突然一拍额头 啊,什么顶 林凡一番解释之后 陈先生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还真是什么办法都能想啊 不过也确实啊 铜顶确实是最为合适的东西了 我现在就去取 陈先生赶紧阻拦 不用不用 我让我的徒弟取来便可 你说一下位置吧 林凡一番就把位置告诉了陈先生 他打了个电话 好了,我们进去喝一些茶 那个顶很快就能被拉来了 林凡点了点头 随着陈先生走入到了房中 公孙府 一个偌大的会客厅之中 公孙正此刻连头也不敢抬起来 身子微微地攻着 爸,我听下人说 您叫我 坐在正位的人 是一个中年人 四十多岁 国字脸留着胡须 说话的时候 脸上带着寒霜 听说 瑜伽的瑜翼被人打了 还被逼得下跪 说话的这个人 正是公孙正的父亲 也就是现任公孙家主 公孙地蓝 公孙正听到父亲的话 身子猛然一抖 瞬间脸色难看起来 他身为公孙府的第五子 原本并没有机会竞争下任家主的 只不过 他大哥天生智商不足 这边给了他们另外四兄弟的机会 这么多年 他一直都在表现 可想不到 余翼的事情竟然被父亲知道了 这对他很不利 爸 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 公孙正直接坦率承认 他不得不承认 这是无法否认的东西 公孙地蓝猛地一拍桌子 怒气冲冲地说道 果然是真的 你知不知道瑜伽在江南的影响力 瑜翼虽然只是瑜伽的私生子 那也是瑜伽的人 你居然连一个人都保护不了 你可真给我们公孙家长脸呢 公孙正听着父亲的训事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请父亲责罚 都是我的错 你的错就完了 一个瑜伽的私生子还不算什么 你连这么点事情都做不好 公孙地蓝说着话 冷哼一声 站起身就要走出去 见到父亲要走 公孙正直接跪在地上 父亲 正儿一定会尽快地处理好的 那个人 那个人欺人太甚 一踢到林凡 公孙正的眼中就忍不住带着怒火了 公孙地蓝停下脚步 看了公孙正一眼 你二哥快回来了 公孙正忽然一震 更加的难看起来 二哥可远远比他强得多呀 当年二哥犯了错 让父亲直接指派出了公孙府了 只不过 没想到这才三年 便又要回来 公孙地蓝说完话之后 迈着步子跨出了房门 房间里只剩下了公孙正一个人了 就这么一直跪了半个小时 门外忽然闯进来一个人 公孙正爷 已经查到林凡的消息了 公孙正猛然惊醒 站了起来 跪得久了 血液不通 双腿有些麻木 他差点摔倒 幸好身边有人扶着 这才站稳了身子 他的两眼带着寒光 既然找到了 那么就要让他死 公孙正的眼中带着恨意 从小到大 还没有被人逼到那个份上 更重要的是 这件事父亲已经知道了 他必须要让父亲刮目相看 这样才能竞争得过二哥呀 下人见公孙正的眼中带着寒光 吓得身子一抖 退到了一旁 去 吩咐公孙准 来人去将林凡给处理掉 不要让这个人再次出现 我不想见到这个人 公孙准 并不是公孙家的直系人 算是次性的下人 不过身份和地位 确实是比普通的下人 要高很多的 是少爷 下人说着话 不敢看公孙正那寒怒的双眼 转身离开了房间 一辆卡车开进了院子 轰鸣声将林凡和陈先生两人 从房间里吵了出来 陈先生看了一眼车子上的铜顶 铜顶很大 根本就不能放在房间里呀 他又看了一眼林凡 只见林凡直接伸手将铜顶给抓了起来 响的一声 放在了砖石之上 发出了嗡嗡的声音 哦 内境高手 陈先生看到林凡将铜顶放下的瞬间 双眼中闪着金光 也不过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很快 脸色便恢复了正常 他看着林凡问道 小兄弟 接下来 我该怎么做 林凡自然注意到了 陈先生的脸色变化 见他并没有再多问 便放下了心来 看了一眼准备好的药材 又将目光转向了铜顶下方 那里堆着木柴呢 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 点火吧 陈先生的徒弟 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看起来颇为机灵 他看了看陈先生 见陈先生点头 便点燃了木柴 点燃之后 他退到一旁 恭敬地站在那 大火生腾而起 一会儿之后 水沸腾起来 林凡把药草丢入其中 两个小时之后 又丢入了千灵雪 看了一眼 一直在焦急等待的陈先生说 跳进去吧 陈先生看了一眼 那滚烫的热水 有些畏惧 扫了林凡一眼 最后呢 眼中一发狠 牙齿一咬 跳到了顶中 刷了一声 水花似箭 顶里面传来陈先生那 痛苦的嚎叫声 哎呀 我师父 他会不会死啊 陈先生的徒弟 听到惨叫声 寒毛都竖了起来了 两眼盯着林凡 眼神中带着敬畏 不会死的 不过会很痛苦的 林凡这可是亲身经历过呀 自然对这个痛苦知道的一清二楚 而且 这个痛苦还不是一朝一夕 他可是经过了整整一夜的事件呢 陈先生的伤势比林凡要严重得多 想要恢复经脉 完全不可能 修复一些 多活一些年 却还是可以的了 听到陈先生的声音慢慢地沉寂下去 林凡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看了看陈先生的徒弟 你师父没事了 十个小时之后 如果他没有醒来的话 你就叫醒他 哦 好的 那您 陈先生的徒弟 见林凡好像要走 有些手足无措 他虽然是学医的 但是却根本就没有见过人 去直接被争主的呀 我先去一趟药店那里 我答应了一个人 帮他儿子看 林凡的话还没说完呢 猛然感觉到有一股杀气 目光一转 只见远处的草堆旁边 藏着一个人